好 再來是 民眾黨的立委 橫國聰來押了 說 行政委員長到英台就任 兩個月以來 冠地中用電的度數 接近兩萬多 電費錢是高達十五萬 委員長到英台回應說 他也覺得奇怪 因為自從五二空就任之後 他都沒有使用過冠地 好像在六月下旬 開過冠海 他說要請電力單位去檢查 你跟他沒怎樣 你跟他問題才大了 他跳過 才會更好 在比春來比北要手勾手 大團結 兩人手得很厲害 走出議場在街頭前 也還要解釋一下 本來都是好朋友啦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會尷尬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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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如果國安的交通問題 比點名寫過的 導演台還有偶像 連行政院中 關閉的電費錢也比方大監視 反而一下子跳了 60% 剛剛在講 挖礦 挖比特幣嗎 委員這都有形容非常不當 為什麼總統府的 委員這有形容非常不當 來看明年度 政府部門的水電費議選 總統府起本日預備 順便他接手增加百分之六十 另外行政院所變的議選 也增加百分之十七 不過這樣而已 民眾黨還指控說 導演台的五日空集日未來 關閉的總用電動 有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多 電費錢還有十五萬塊 感到都要用納稅錢來處理 我也不認同 怎麼會是挖比特幣呢 是在亞北極熊啊 你比較怕熱還是 陳建仁比較怕熱 一樣 一樣啊 不不不 我覺得你比較怕熱 你有沒有看過X戰警 X戰警 X戰警 他不怕熱啊 X戰警不怕熱 還可以這樣有一個人很怕熱 你可以去應徵 還可以去戰警的冰冷啦 國民黨也考慮說 比丹建仁還要花錢 但是導演台雖然不一樣 我個人大概在六月底七月初 一個禮拜也只有兩天 會應應隔天上午的時間 會在關底使用 那會這樣的增加 我會請這個電力的檢查 來看看是不是電器有任何的問題 如果要練習在這裏 現在連關鍵用電 也變成為第一焦點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